这个黄毛正坐在食堂里,和学校的女同学有说有笑,突然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一个长发男人,举着餐盘将里面的食物全部淋在了他们头上,而这事情的缘由还要从几天前说尽,陈又松是个贝塔,他五官精致,还留着一头长发,经常会被别人误认成女孩子,这天的时间课上教授布置了小组作业的任务,突然一个超帅的金发男人戳了出他的肩膀,笑着对他说,这次的作业我们一组,请问你叫什么名字? 他僵硬的伸出手,面容有些尴尬,你好,我叫陈又松,他边说边在心里感叹着,眼前这个同学可真帅啊,而黄毛也没想到,长得这么漂亮的人居然是个男孩子,虽然是个贝塔,可他的身上却散发着一股香味,惹得他不禁凑过头去想多闻几口,忽然,陈又松将头转了过去,你会做PPT吗?对方一愣,脸颊有些潮红,他捂着嘴说道,这个我会做,而在一旁的陈又松奇怪着,这家伙什么 毛病,脸怎么突然这么红?就这样,两人交换了联系方式,还确定了课业主题,结果第二天,陈又松就收到了一条坏消息,是作业搭档发来的,我发热气到了,没办法和你一起完成作业,不好意思。 他坐在课桌前,阴沉着脸,感觉自己要气炸,拨打对方电话,也是无人接听的状态,就这样,他熬了好几个通宵,独自把小组作业完成,陈又松在食堂里拼命装着菜,他要将愤怒转换成食欲,谁知一抬头,竟看到那个黄毛小子坐在食堂里,跟女同学们有说有笑,看到这一幕,陈又松的脸都气绿了,他愤怒的对旁边的朋友说,来发热气的家伙,能在这里聊妹吗? 于是他端着餐盘,走到了黄毛面前,就有了开头的这一幕,这个L5为了躲避小组作业,竟然以自己进入发热气,身体不舒服为理由,拒绝来学校,谁知竟被自己的搭档在食堂抓得正早,还被泼了一身的饭菜,陈又松愤怒地抓着他的衣领,你这个混蛋不是说身体不舒服吗?怎么还会出现在这里? 说完他托起对方,拉着他往教室的,嘴里还嘟囔着,现在给我去做小组作业,可这个L5也不是吃素的,他正脱开陈又松的双手,将对方按在墙壁上禁锢着他,喂,你到底想怎么样?不就是一个小组作业吗?慢慢做不就好了? 他阴沉着脸,独属于Alpha强大的气场,惹得陈又松有些害怕,第二天,陈又松在美术室里捏着雕塑,看见旁边Omega属性的同学来上课,便好奇地问道,你们那个发热气真的难受得连学校都来不了,身为Beta,他实在无法理解这到底有多痛苦,Omega面对这个问题也很无语,他回答道,那当然了,难受得想要死掉,听到这个答案,陈又松最终还是犹豫地发出了一条道歉本性,可这个家伙, 始终没有回复消息,汇报小组作业时,他也没有出现,这傲慢的态度,再次惹毛了他,于是,陈又松直接冲到对方的家门口,对着大门就是一通乱敲,你这个混蛋给我出来,又想拿发热气当借口戏弄我吗?终于,Alpha打开了门,房里的他脸色难堪,看起来真的很不舒服的样子,站在门外的Beta也慌了,这人现在全身上下都散发着危险气息,他本想找个理由跑跑,却被一把拉进了屋里,他还没有反应过来, 就被对方抵在门上一顿欺负,Alpha脸色曹红也没了刚才的力气,只是委屈地说道,陈又松你可以帮我一下吗?看着这张帅气的脸,他慢慢沦陷,最终答应了对方的请求。 这个生气的Beta,为了完成自己的小组作业,无意间闯入了正在发热的Alpha的家中,结果可想而知,那就是被大灰狼吃干抹净。 第二天,陈又松正在美术室里坐着雕塑,可他的脑子里都是昨晚发生的事,突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,是那人发来的短信,小组作业的是对不起,也谢谢你昨天帮我。 可一句道歉的话,根本平复不了他的目虎。随后又一条短信发来,你什么时候回家?男孩皱皱眉,不情愿地回复着,我七点回去。 于是,当陈又松站在家门口时,就看到一个高大的Alpha拿着啤酒,礼貌地询问,我可以进你家吧?虽然不是很愿意,但看着对方的帅脸,他还是妥协了。 两人坐在床边一言不发,搞得气氛有些尴尬。 终于Alpha打破了这份宁静,虽然我已经在短信里说过了,但我还是郑重的当面, 我向你道歉,还有昨天的事也很对不起。不知道是不是陈又松喝醉了,他竟然抓住Alpha的肩膀,激动地说,只要你发巴掌自拍给我,我就原谅你。 这个请求让对方摸不着头吗?他操出手机解释着,你的脸非常有艺术性,所以我想做成雕塑,请你摆出和昨天一样的表情吧。 此时这个Beta眼神涣散,一看就是喝醉了。 于是Alpha逗弄着他,想要我露出那种表情也可以,但是得复原昨天的情况,我才能摆出一样的表情。 说完他便脱下了上衣,第二天Beta从床上醒来,身体感觉散架了一样。 他穿好衣服走出房门,桌子上摆满了好吃的饭菜,他大口地吃着,没想到这人长得帅还会做饭,简直就是完美的新娘。 他翻看着昨晚拍下的照片,支支吾吾地问对方,你的照片我还是删掉比较好吧。 可男人歪着头,温柔地说,我无所谓,你想留就留着吧。 就是这简单的一句话,让男孩的心扑通直跳,完了,我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。 这个漂亮的长发男孩是个Beta,可突然有一天他的身上散发出Omega的气味。 就在几天前,他因为喝多了,和Alpha度过了美好的夜晚,还拍下了对方滚装单时的照片。 当他决定删掉时,Alpha却温柔地说,你想留就留着吧。 而这简单的一句话,让男孩的心扑通直跳。 第二天,陈友松在厕所里扶着腰,昨晚的剧烈运动让他身体还很酸痛。 他走到画室,看见同学们都在围着他的雕塑作品,讨论着什么。 他赶紧冲了过去,为你们在我的作品前干什么呢? 这时,Alpha也走了进来,略带生气地说,陈友松,这是什么? 原来这个雕塑和男人的样子,一模一样。 原来你拍下我的照片,就是为了做这个。 陈友松本想辩解,可Alpha的一句话,挑起了他的怒火。 你到底在干什么? 真是恶心。 听到这句话,陈友松愤怒地抓住对方的衣领。 你说够了吗? 你凭什么对我的作品指指点点? 说完他拍开Alpha的手,我会把照片删掉。 你也不要再出现我的面前。 可两人是小组作业的搭档,抬头不见低头见。 就这样,他们又坐在同一间教室争吵起来。 突然,Alpha闻到一股Omega的气味,好像是从陈友松身上传来的。 他将对方拖出教室带到厕所里,你不是背他吗? 怎么会有Omega的味道? 他压在陈友松的身上,霸道地释放着信息素。 想将对方的气味去除,可陈友松只觉得难受。 画面一转,两人坐在医院里,医生拿着报告告诉他们,你分化成Omega了。 做了十几年的Beta这个消息,实在难以接受。 因为一个误会,两人足足错过了四年。 李安是个有名的篮球选手,他一直默默暗恋着五华集团的掌男嫖健语。 比赛结束后,他的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,李安今晚有空吗? 我们一起喝酒啊。 就在他准备回复时,手机又震动起来。 我离婚了。 简单的四个字却让他大吃一惊。 晚上,他来到了约好的饭店里。 两人已经有好多年没见,没想到再次见面时,对方已是单身。 李安半信半疑地问道,哥你真的离婚了吗? 朴建宇低着头,边掏东西边说,当然了,因为到了离婚的时候。 说完,他从包里拿出一份盒头,你做我们公司的模特吧。 可李安却推辞道,不行呀哥,广告合约是要和我经纪人商议的。 话还没说完,只见朴建宇往他的酒杯里猛到了几口酒, 忠于他醉得不省人事,签下了这个合约。 剑宇的诡计得逞,忍不住大笑起来。 看到对方的笑容,李安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那点小心思。 他装着可怜大声说道,哥我最近因为欲求不满,都没办法集中心思打篮球。 对面的人一脸呆滞的表情,李安看他没反应继续说道, 我现在是你的模特,你可以帮我解决吗? 没想到剑宇哥想也没想,就答应了下来,他偷偷解开衬衫的扭扣, 歪着头故意问他,需要我怎么帮你,这样吗? 第二天醒来,李安捂着脸,后悔着昨晚实在太冲动了。 可剑宇就像个没事人一样,抓抓自己脑袋,说了一句,我饿了, 你要不要吃排骨汤? 吃完后,剑宇还亲自将他送到了篮球训练场,坐在车里, 李安瑟瑟发抖,他怎么不记得昨晚的事了? 难道刚才的排骨汤是最后一顿? 想着想着,李安不自觉地流下了泪水,这可把朴剑宇吓得够呛。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爱哭的哭包公,因为一个失误, 醉酒的他把暗恋多年的哥哥比睡了。 醒来后,他懊恼着昨晚的冲动,可哥哥就像没事人一样, 这惹得男孩以为哥哥要和自己断绝关系,抑制不住哭了出来。 朴剑宇看着车里哇哇大哭的男孩,焦急地摸了摸他的头, 是不是昨晚没满足? 还是很累啊。 你训练完联系我,说完就把李安丢下车。 画面一转,男孩从办公室的沙发上醒来, 他揉揉眼睛发现剑宇哥不在, 便起身想参观下哥哥的办公场所。 这时桌上的一个本子吸引了他的注意, 里面还夹着一张自己的照片。 他好奇地将本子翻开,里面竟然都是关于他的新闻报道。 他继续翻看着,后面贴满了各个时期和剑宇哥的合照, 甚至本子的最后一页还收藏着毕业那天送给哥哥的花环戒指。 李安实在搞不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,难道哥也喜欢我? 他坐在车里,回忆着毕业那天的场景, 本来打算一毕业就和他告白。 可惜的是话还没说出口,剑宇哥的一句我要结婚了让所有的幻想都破灭了。 这一次他一定要说出口,让剑宇哥知道自己的心意。 他急忙赶到百货店,想准备一束花和戒指在表白的时候用。 好巧不巧竟然看见朴剑宇和前妻也在挑选戒指。 一瞬间,李安对未来的憧憬又被打破。 是啊,哥怎么可能会喜欢我呢? 一切都到此为止吧。 另一边,朴剑宇敲响了房门,我打你电话你一直不接,原来是在洗澡呀。 李安神色冷漠,你有什么事吗? 朴剑宇继续笑音音地邀请着他,你上次不是说想去西餐厅吗? 我定了位置,他的话还没说完,李安就颇口出,不好意思,我没时间。 这是李安第一次拒绝自己暗恋的哥哥,只因在几小时前看见他和前妻在商店挑选戒指。 就在这一刻,他选择放弃爱了十年的男人。 朴剑宇西装革履地敲响了房门,对着开门的男孩邀请着,你上次不是说想去西餐厅吗? 我定了位置。 他的话还没说完,李安就脱口出,不好意思,我没时间。 没想到,对方一反常态,朴剑宇露出了吃惊的表情。 他不理解,明明昨天两个人关系还那么暧昧,怎么突然态度就来了180度的转变。 李安低着头,轻声问道,哥你为什么和我滚床单? 因为你刚离婚,很无聊吗? 没想到这小子会说出这么无理取闹的话来,朴剑宇有些恼羞成怒。 你这是在说什么? 李安越说越激动,他抓着对方的肩膀怒吼着。 那你为什么要接受我,却又和你的前妻买戒指? 突然被这么一凶,朴剑宇的眼泪哗哗往下掉。 那是因为我们要结婚了呀。 听到这话,李安瞬间炸开了锅。 什么?我们两个要结婚了? 画面来到几年前,高中时的李安就是一个小裤包,自己因为被同学欺负,在篮球场上哭了起来,恰巧被路过的朴剑宇看到,就是因为这个机缘巧合,两人开始了微妙的缘分。 李安高中毕业的那天,原本打算向剑宇哥告白,可对方却告诉自己要结婚了,这让他一直沉浸在悲伤中。 我会尽快继承社长的位置,这样才能和你在一起。 和我结婚的对象,跟我是同样的处境。 我们两个互相扶持,就能在短时间里,坐上老板的位置。 所以请你等我四年,到时候,我俩就结婚。 可那时的李安脑子里都是哥要结婚的消息,连条件与说的话都没听进去,才产生了后面的误会。 终于两人说开,李安幸福地抱住哥哥的身体,两人的误会也就此解开,完结洒话。 一向严肃的三班班长,在同学心里一直都是好学生的形象。 然而白道全却有个不为人之秘密,那就是他是一个超级喜欢帅哥的花痴。 无论是小时候,还是长大后,他的房间里都贴满了男儿童的照片。 但为了维持自己的形象,他一直克制着,不让这种癖好显露出来。 这天他被隔壁班的班主任拜托,将这份文件转交给四班的李延秀。 这个名字他有所耳闻,不就是那个帅的出名的学生吗? 来到教室门口,白道全深吸一口气,控制好自己的表情,心里默念着千万不能笑出来。 然而,当他看到李廉秀的脸庞时,他还是震惊了,这也太帅了。 他皱着眉头,克制住自己花痴的表情,将文件递了过去。 也因为这样,白道全那一脸厌恶的神色,让其他人误以为他和李廉秀有什么深仇大恨。 完成任务,白道全迅速逃离现场,生怕下一秒自己就要失态。 而另一边,李廉秀的同学关心地问着他,你得罪那人了,他的脸色很不好吗? 可他却突然止不住地爆笑起来,旁边的同学还以为他疯了。 李廉秀心里想着,还真是第一次遇见内心如此丰富的人了。 原来他拥有一种超能力,可以听见别人的心理话。 所以,当时白道全的心理活动,他听得一清二楚,甚至觉得这人还挺可爱的。 于是,两人的缘分就此开始。 这天,白道全路过隔壁班,趴在窗户上想偷看一眼那个男生,谁知被当事人摆个正着。 他的心再次被击中,可又不能表现出来,只能逼迫自己隐忍着。 他不知道的是,心里的那些想法都被对方透过超能力看得一清二楚。 这个男孩有着不为人知的超能力,他能听到别人心里的声音。 一次偶然的机会,他认识了前来转交文件的隔壁班班长。 这也是他第一次听到如此有趣的心理活动,瞬间就被这人勾起了兴趣。 白道全自从见过李廉秀后,脑海里总是时不时浮现出这张帅气的脸。 这天,他想趴在窗户上偷偷看一下,谁知被当事人摆个正着。 他再一次被对方帅气的样貌击中,而他一系列的心理活动都被对方听得一清二楚。 李廉秀没有揭穿他,而是让他把手伸出,丢了几颗糖果扔到他的手心。 我看你好像很认真学习,不点糖分,请你吃糖。 说完便离开了,只留下白道全待在那里摸不着头脑。 从那时候开始,李廉秀总是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,时不时就给一些吃的。 而这些东西都被他珍藏在柜口中。 这天他坐在隐秘的角落里,研究着如何购买帅气男爱豆的海报。 咦,你在干嘛呢? 突然冒出来的男孩把他吓了一跳。 李廉秀忍住笑容,接着说,所以你是要买这个海报吗? 白道全不讲自己喜欢帅哥的秘密被发现,于是赶紧找了个借口。 不是我,是我堂妹想买。 李廉秀继续逗弄着他,那要不我帮你买了吧? 白道全想都没想,立马答应了下来。 说完后他意识到自己被套路了,耳朵渐渐红了起来。 而李廉秀看到这样的反应,只觉眼前人真是可爱。 随后他提出了一个条件。 但是你可以教我学习吗? 就这样,李廉秀以买海报为条件,让他成为了自己的补习老师。 为了得到自己喜欢的男爱豆的海报,他答应帮隔壁班同学补习功课。 他不知道的是,这人有个超能力,那就是能听到所有人心里的想法。 这是俩人第一次补课,来到白道全的家中,李廉秀不禁感叹着,家里打扫得可真干净了。 为了迎接这人的到来,白道全可是花了一天的时间将房间从里到外打扫了一遍。 补习前,李廉秀从包里拿出来海报。 这是你拜托我买的,等补完课,我就会给你哦。 说完,两人坐在课桌前,开始了这次的补习。 白道全静心地讲解着习题,可对方却没有一点听下去的心思,他拨着脑袋紧紧盯着眼前的人。 没想到他集中精力的时候和平时不一样了,心里不会瞎想别的。 忽然,白道全抬起头,看见李廉秀正注视着他,他赶紧将脸转了回去。 请问,我的脸上是有什么东西吗? 李廉秀赶紧解释道,啊抱歉,因为你讲解的太好了,忍不住盯着你看。 而且,你平时总是这种表情看着我,我还以为你讨厌我呢。 说完他伸出手摸了摸对方的额头,我就是想和你变得熟一点,才提出来你家玩的。 轻轻的一个动作,却让白道全羞红了脸,内心又开始疯狂地独白。 而他心里的想法,都被这个超能力者感应到。 那么,我们现在是朋友了吧? 白道全转过头害羞地问着,李廉秀被这可爱的表情逗笑? 哦,那当然了,我们现在就是朋友。 听到了肯定的回答,他的脸上也露出了从未有过的微笑,就连一旁的李廉秀都看呆了,没想到这人笑起来这么漂亮。 他就这样一直沉浸在微笑中,直到白道全喊了他的名字,他才回过神来,你没事吧? 他关心地问着,李廉秀赶紧回答,我当然没事啊,可你的脸很红啊。 白道全一个无意见的微笑,就惹得李廉秀红了脸,你小子真是陷入爱河了呀。 这个男孩叫李廉秀,他有个不为人知的秘密,那就是他拥有听见别人心声的超能力。 当他第一次看到白道全笑起来的样子时,他心中的小鹿乱撞,甚至就连晚上睡觉,脑子里都是这人的身影,搞得他第二天顶着个超大的黑眼圈去上课。 李廉秀无精打采地走在教室的走廊里,一个声音喊住了他,廉秀啊。 转头一看,竟是自己日思夜想的人,他整个人都僵住了,但还是尴尬地打起来了招。 嗨,倒伤好了。 小白没注意到他的不对劲,心里还想着补习的事,我们今天不是要整理昨天学习的内容吗? 李廉秀摸着脑袋装傻,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啊。 对方不禁被他窘迫的样子逗笑,而这一笑又再次击中了他的心。 他语无伦次地说道,要不我们放学后再整理吧,话还没说完,不知哪来的红毛小子没长眼撞上了两人。 红毛摸着头,抱怨道你俩干嘛一直站在那里,也不知道动哪动。 小白看着跌坐在地上的人,关心道,你没事吧? 可对方丝毫不领情,还在心里骂着他,这不是白道全吗? 撞上他,真是晦气啊。 说完,他就站起身赶忙逃走嘛。 而他心里的想法都被李廉秀用超能力听得一清二楚。 下课后,小白主动来到了隔壁班,想帮李廉秀补习功课,却扑了个空。 班上同学告诉他,明明刚才还在座位上, 怎么突然就不见了? 而墙的背面正站着突然消失的李廉秀。 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,为什么要这么躲着他? 李廉秀悄悄地从窗户爬走,却看见了白天那个鬼鬼祟祟的红毛。 他原本想跟上去看看他在干嘛,却被一个声音喊住, 廉秀原来你在这里啊。 话还没说完,小白就被拽进了影帝的角落里, 这突如其来的距离让两人都心跳加速起来。 这个男人的祖先是条狗,在他很小的时候, 父母因为事故去世,无处可归的他被母亲的朋友收养, 为了报答两位的养育之恩。 长大后,小明选择留在家中, 成为了海震少爷的保镖,保护他的安全。 这天,小明约了自己的男朋友在咖啡馆见面。 他因为工作的原因,两人经常无法约会。 终于,对方再也忍不下去,我们还是分手吧。 听到这话,小明的神色瞬间慌张起来, 他想挽留却又说不出话。 你每天因为工作而忽略,在你心里,海震少爷比我重要吧。 发泄完怒火,那人便起身离开。 小明无力地摊在椅子上,他喝了一口咖啡,心里有些愧疚, 自己的确因为工作,忽视了对方太多,或许分手也是件好事。 忽然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, 嗯?那人怎么那么像海震少爷? 少爷不会听到刚才的对话了吗? 毕竟他是偷偷恋爱,还被甩了,任谁都不想被发现。 他开始安慰自己,海震少爷从来不会踏进连锁面。 肯定不是他。 而另一边,那个男人皱起了眉头,展现出冷峻的表情。 第二天,小明按时来到少爷家中,喊他起床, 刚走进家的,他就被一个酒瓶绊倒。 昨天少爷和人约了喝酒吗? 他敲了敲房门,壳里面没有一点动静。 于是他直接走进去,想掀起被子,喊对方起床。 谁知少爷突然起身,将小明压在了身下, 他的身上散发出一股浓烈的酒味。 忽然海震将自己嘴唇覆盖上去。 被偷袭的小明脑子一片空白。 他立马将少爷推开,还打了他一拳。 反应过来,自己干出了什么事情。 小明慌张说了句抱歉,便赶紧离开。 海震无力地躺在床上,后悔自己刚才干的事情。 这个像狗一样的男人,是个知名集团大少爷的保镖。 就在几天前,他被喝醉的主人欺负,生气的他顺手给了对方一巴掌,便匆忙逃走。 第二天,小明照常出现在办公室里,可想到昨晚发生的事,他全身上下都很便宜。 办公桌前,少爷一直注视着他,与其带脸讽刺的说, 打了你的主人居然还来上班,真不知道你是厚脸皮还是迟钝。 听到这话,小明赶紧鞠躬道歉,我马上分配其他人保护您,话还没说完,只见海震拉开椅子站起身,静止走到对方的面前。 你打了我还想跑,怎么说都应该对我负责吧? 少爷的命令,小明不好拒绝。 那我要怎么做呢? 海震少爷扶着他的肩膀,将嘴巴凑了上去,还低声嘟囔着,像这样负责就可以了。 从那天以后,海震少爷总是以打了他的事为借口,不分时间,不分地点,和他发生关系。 这让小明陷入了思考,这就是他说的补偿吗? 忽然熟悉的声音将他拉回了现实。 你在想什么呢? 小明回过神看见少爷站在车边,立马走到他的跟前,为他开门。 忽然一只大手握住了他的手腕,海震少爷发出不满的声音。 你明明和我在一起,还在想其他的人吗? 说完,便将对方推到了车里,自己狠狠地将身体压了上去。 完事后,海震少爷春风满脸地出现在会场中。 他支开这个中心的保镖。 哥,你去喝点水吧。 小明点头硬答着,就在他想端起水杯一饮而进食,身后传来了一阵怒骂声。 就是你破坏了我的人生。 小明转过头,自家少爷身处危险当中,他顾不上打碎的杯子,立马冲到少爷的面前,想要保护他。 可谁知对方不仅没放弃,还拿起了酒瓶,狠狠地砸在了小明的头上。 当他醒来后,身边趴着一直照顾自己的海震少爷,他的心里突然觉得很温暖。 谢谢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